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有一個小粉紅啊 跑到了歐洲的機場啊 結果發現了 台灣人的護照竟然可以自動通關 好像是什麼新大陸一樣 好新奇喔,拍片痛罵破防了 我以為這個是常識耶 就是為什麼每個月 每年都會有小粉紅發現這種 我們都已經知道的事情 我們實以為常的事情 然後在他們眼裡是 新大陸可能是大陸國民黨 覺得很好笑 於是他就拍片痛罵崩潰啊 說要懲罰這個 在地機場相關部門 我們先帶他來看一下 他要怎麼 用中國的法律來懲罰 這個歐洲的相關部門 直到現在 中國人在世界上還沒站起來嗎 今天我坐飛機回國 在機場遭遇了不平等待遇啊 安檢過後排隊過海關 發現自動砸機這塊呢 有些國家的護照 可以直接刷私滑入境 包括有加拿大 澳大利亞 新西蘭這些國家 可以理解 畢竟他們是一夥的 日本韓國我也有人了 但是為什麼有這個呢 台灣 這算什麼 在此我以愛國華人的身份 督促有關部門 嚴懲相關負責人 儘快解決此類問題 他究竟在歐洲的什麼機場 不太清楚 那據我了解啊 在台灣的自動通關啊 應該有德國啊 意大利啊 還有捷克這些國家 所以 確確他在哪個國家 不知道 但總的來說啊 他是在台灣人 可以自動通關的國家啦 所以我真的蠻搞笑的 中國政府要懲罰 歐洲機場的相關人員跟海關 全世界都是中國人知道嗎 英國在今年年初啊 就有大鬧倫敦事件 對吧 有小粉紅要求英國網紅 在倫敦要遵守中國法律 上個禮拜 中國駐法大使 厄秘劉輝啊 率中國特務 在法國機場綁架反攻中國人 說 因為他違反了 中國的顛覆國家政權 對吧 煽動罪啊 所以要以中國的法律 在法國逮捕他 如果你這麼說的話 其實中國人早就站起來啦 對吧 全世界都是你的領土耶 全世界都要遵守你的法律 你還說中國人沒站起來嗎 站起來了 前幾天在這個 東北長村下跪那些 中國人站起來了嗎 唉 好好去問一下吧 而且蠻搞笑的 你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對吧 然後呢 你在機場看到 代表中國的台灣人 可以自動動通關 你破防了耶 你不應該感到高興嗎 台灣省率先代表 中國在歐美國家 被承認數值比較高 可以自動通關 那你們這些人又說什麼 台灣護照不被承認 然後又說台灣護照 可以自動通關 你這邏輯矛盾什麼 不被承認的東西 還可以自動通關 你連過海的關都過不了了吧 那你又說台灣是中共國的一部分 那好玩啊 你說的這本護照 到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發放的 還是台灣自己的這種 所謂你的分裂政權發放 那分裂政權發放的護照 為什麼可以比你的護照好用呢 你們想過這個問題啊 那如果是中共發放 那就是中共自己369等 對吧 那你應該抗議的是 你們偉大的習主席啊 而且你看啊 在中國 你想陸籍 取得上海 北京的戶口戶籍啊 對於其他農村地區的 中國省份的人來說 是南上加南啊 那這算不算不平等待遇呢 這算不算在國內遇到 政策般的啟示呢 你自己國家都在搞 總性制度就不要再說印度了好嗎 那這裡還是要提醒一下台灣人啊 中共在4月26號發布了一條新法 叫做 國家安全機關 行政執行程序規定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選在 4月26號這天發布啦 總之這條法 即將在7月1號開始執行 而其中啊 第40條以及第85條提到 中共國家機關啊 任何有執法權 或是只要他說他有權利的這個 中國政府機關 公安海關都可以 甚至連城管啦 都可以檢查你的手機跟電腦 以他說的為準 還有這個通訊設備 但不是說7月1號後 才會真正的開始檢查 所有路徑的台灣人 歐美日韓人 甚至中國自己人都要檢查 他是隨機抽查的 看他今天心情 他想覺得看你不爽 他就抽查你 如果你手機電腦裡面 剛好被他翻出來 有反共言論啊 罵習近平啊 還有些哏圖啊 對吧 他可能拿你手機就登 看到你的這個聊天紀錄 他可以有權利點進去看 你跟任何人的聊天紀錄 你在網路上 兩年前一個多月前 曾經罵過什麼習大大 什麼習維尼啊 你被他抓到 他剛好也懂這個哏 你就準備去喝茶了 你甚至可能會以 顛覆國家政權或是煽動罪 在中國被判刑入役 如果你在香港的話 就會被國安法給判刑 雖然這條規定在7月1號才正式有法源依據 可以查看你的所有個人資訊 但事實上中共早就對自己的海外留學生 開始做這種隨機抽查了 我認識一個在韓國留學的中國學生 他今年過年回中國去嘛 然後再要回韓國讀書嘛 他去年10月也回中國一趟 還要再回韓國嘛 那他這個回韓國的兩次 過海關都會被問話 對吧 你的所有留學籤都要再拿給中國的海關看 然後你過去留學多久 你去留學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目的 全部都要盤問一遍 問得很仔細才讓你 回韓國上飛機 甚至連他同行的韓國籍的男朋友也都被盤問 你們確定你們去那邊讀書了嗎 你們讀完書會不會回中國發展呢 一定都得問清楚 而如果你剛好沒有被問的話 那可能是你運氣好了 不代表這件事情不存在 而像台灣人李孟居、李明哲、蔡金樹、施政平、鄭宇清 這些人有些是台派 有些人甚至是舔空派、親中派 都被中共抓去坐牢 雖然有些人已經被遣返回來了 像是這個李孟居還有李明哲 他們關了三五年之後回來嘛 但是還有人現在還在被關 那我也訪問過了李孟居 那他也被央視做成的認罪影片 在全中國的電視上有播過 那小粉紅總是嗆什麼呢? 一個王智安就讓台灣政府怕得要死了 不要笑死人啦 你確定對比起來啊 王智安起碼還是一個網紅咧 李孟居、李明哲、蔡金樹、施政平、鄭宇清 哪個是網紅咧? 哪一個對比王智安的名氣很高咧? 王智安是被抓了嗎? 他有被民進黨電視認罪了嗎? 他人在台灣被關了嗎? 關三五年再回中國嗎?沒有欸 就在前幾個禮拜 這個壞逼還發推特造謠啊 說有人做了蔡英文跟賴清德的梗圖被抓了 他如果人在台灣早就被抓去梅蒂島監獄了 欸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民進黨根本才不會讓你回日本 你現在就在梅蒂島監獄了好嗎? 結果事實上是有台灣民眾去檢舉給台灣的警方說 你看有人做了蔡英文跟賴清德的圖啊 那警方接到任何的舉報他就是要去查嘛 如果你不去查民眾又要嗆你 你這個警察不守法 民眾舉報的人都不做事 不管怎樣你都要罵 所以依法行政警察還是要去查 對吧 但是在這個查的過程中啊 小粉紅跟親中台灣媒體就宣傳 你看在台灣罵蔡英文是會被查的 會被關的 然後這件事大家也可想而知嘛 就沒有違法嘛 事後警察還說沒有違法啊 那親中的媒體這個時候又不敢報導結果 真的嘲諷蔡英文會被抓你們這些小草 還有那些國民黨的支持者 你們早就不在了啦 還讓你們在DK上面嗶嗶叫喔 其實你們自己心裡也很清楚啊 在台灣本來就可以這樣做嘲諷總統的梗圖 但你們就是要拿著這點故意來抹黑台灣現在的執政黨 他沒有言論自由 來取得你們支持的政黨 不是嗎 沒有自由你在野黨國會還過半啊 哈哈 還是要跟大家提醒啊 如果你要去中國旅遊 工作你曾經批判過 中共極禁品最好刪乾淨啊 如果你不幸被查到 那真的只能看著辦嘛 注意啊我這邊的用詞是 你想去中國 但是你罵了中共 而前幾天啊 中國奶茶品牌香飄飄啊 因為在日本商店放了一些抗日標語 紅了一波對不對 結果香飄飄董事長親自迎接這名抗日員工 從日本返回中國 而且還在官方發這個文書表揚 欸我們員工幹的好棒棒 隨後幾天啊 香飄飄抖音帳號瞬間漲了12萬粉絲 單日直播銷量高達250萬人民幣 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堆小粉紅 下面支持的留言對吧 而昨天啊 日本記者調查出來結果是什麼呢 這些擺拍都是該品牌的 員工個人的行為啊 跟日本商店無關 而胡錫進也發文像愛國網紅啊 賺這些愛國流量啊 去擺拍去造假 如果真的有這件事情 是日本人自己去做的 或是這件事情在日本 取得很大的這個反響 那你報了這件事 那沒差因為他的事實 但是你擺拍這就不是事實對吧 最後關鍵的一句是 胡錫進說 你這樣的行為跟貓一杯 在巴黎撿到小學生作業沒兩樣 我覺得胡錫進你這句話才要最小心啊 最近啊你們中國才有一位小學生 去法國參訪而已啊 說不定這幾天就會有人撿到他的作業簿囉 只是這次作業簿的主人應該不會叫青鋼了 當然平時有在關心時事的就會知道 我說的這個小學生是誰啦 不知道了可以去看我昨天的影片 而最近還有一件讓底層小粉紅爆氣的事 為什麼我要弄底層呢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了 最近中國的五一連假不是剛結束而已嗎 那根據中共文化旅遊部統計啊 人均消費是113塊人民幣 也就是一個人平均消費497塊台幣 但我看了中國新浪網的報導是說 人均消費是566塊人民幣 換算就是2490塊台幣 所以我不知道哪裡的數據才是真的 啊不管怎麼樣 根據日本統計啊 今年首季啊 中國人在日本的日人均消費來到了1.4萬人民幣 也就是6萬多塊台幣 與中國國內的五一連假497塊台幣或是2490塊台幣 都有巨大的落差 這讓中國底層的小粉紅破防 因為他們自己可能沒有能力去日本 因為你去日本你要有財力證明 這個我們以前節目講過了 所以你中國人能到日本去的 都是已經有經過經濟能力篩選的 並不像我們台灣你今天存個2萬塊 你就可以直接去日本 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財力證明 對吧 你不需要跟金康證明說 你看我存款有1、2百萬台幣 所以我才可以去日本 但中國他們要 所以他們去海外消費的篩選人數 自然會消費金額會比較高 這些底層愛國小粉紅啊 就討罵這些有經濟能力的中國人嘛 你們去給日本送炮彈對吧 你們不留在中國消費 勿忘731勿忘南京大屠殺 日本核廢水都這麼恐怖了你們還去 你們去那邊吃日本食物喝日本水 回來不就污染我們中國人了嗎 所以你們別回來了吧 我們都知道 隨著中共的倒行逆施 中國有錢人移民 甚至送孩子去歐美日韓 新加坡定居讀書的數量是越來越多了對吧 資產的數量也是越來越多了 而沒錢 但想移民的 都走先偷渡去美國了 那當然不乏有一些有錢 但還是愛著中共的小粉紅 趙家人移民去他國 畢竟自己賺來的資產跟肉身 還是要放在海外 比較有民主自由的保障對吧 而如果我拿到了更強大的日本護照 或是美國護照 中共政府要動我的話 他還要有一點顧忌 而我在中國可能還有一些事業 要割韭菜的事業要做 所以在中共倒台之前啊 我趕快先把我耗來的錢賺來的錢移到海外保障 萬一啊中共延緩了倒台的時間或是偉大的中共啊 剩下帶領中國又偉大復興了一次 對於這些愛黨愛國有錢移民到海外的小粉紅來說根本沒差 你只是多了一個移民的保險而已 進可攻退可守 就算中國偉大復興了 你還是有外國的身份 你還是可以繼續在中國愛黨愛國賺錢 但是你有了外國的保障 你黨內鬥爭的時候 他就動不到你海外的東西 所以進可攻退可守 那中共如果倒台了 他們這批粉紅啊就會學兒成的老百姓 衝進去抓黃四郎 說自己長期被中共破壞壓抑很久 所以我才移民海外 我在海外長期支持民運 如果黃四郎中共續命或是扳倒張馬子 或是歐美又墜盡中共了一次 那這些人就會繼續在海外當中共的英權 在海外舉報迫害那些反共的中國人 我是說真正的反共中國人 不是裝出來的 最近法國機場不是就有兩個是這樣的人嗎? 主張這些是反共的 也因為所謂的 我被中共破壞過取得法國的國籍 結果前幾天他反過來幫中共大使 抓其他真反共的中國人回中國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 下次見了 掰 放大 我們 老天